四岁,父母离开,他留在乡村 十二年,魏总和父母一起过年 短暂团圆,触及内心伤痛 魏总教书,父母离开,一家人的爱与杀 这里是贵州省原盘县撒鸡镇 小镇有两万多人口 春节前,很多在外打工的人都陆续回来了 这让平日冷静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 可就在人们准备年货时 镇西头一间民房里 一队同样一年没见面的姐弟俩 却争吵了起来 这个小男孩叫向文文 再久半年就要考高中了 她的姐姐在北京赌中砖 也是刚刚放假回来 本想帮弟弟补习一下功课 却没想到遭来反感 一年没见面 姐姐发现向文文变了 脾气特别怪 然后又回来又听那碗电脑 然后叫他写作业案 他说要你管 每次都会因为 就谁碰到他玩具 马上就会打别人 我也写得小事 他都会动手 向文文今年十六岁 是名初三学生 她的父母一直在北京打工 而两年前 姐姐也去了北京读书 和父母一起生活 只剩下向文文和奶奶 在小镇生活 早年间家里做生意失败 租产被卖掉了 祖孙俩只能在小镇上租房子 是生姐姐的气吗 还是生父母 生父母 一个人去 一个人上山去 三学生 像文文的奶奶告诉我们 孩子四岁时 父母就走了 这一走 就是十二年 而这十二个春节 他们从未回来过 一般心情郁闷的时候 和姐姐吵架 想父母 把伤心的事 全部释放出来 大叫 把心中的秘密说出来 沉闷的 在那里 坐会儿 走 走片场地 躺一会儿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感觉很孤独 小本人说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父母能放弃打工 回到自己身边 一家工具组织 发起了关注留守儿童 顺风机活动 面对全国 要去几十名留守孩子 接他们到北京 和打工父母团圆 而向文文 就是其中之一 他就要去北京 和父母过上 十二年来的 第一个团圆年了 从向文文的家 到贵阳 还要坐五个小时的车 一大早 工艺组织就来接他了 我们现在出发 向文文告诉我们 这次和父母见面 他还有个打算 那就是一定要想办法 说服父母 放弃打工 回家 那么向文文的心愿 能实现吗 十二年来 父母又为何不能回家 陪孩子过年呢 这是向文文第一次坐飞机 更是第一次见到飞机的模样 十六岁的他 显得很好奇 三十三十八币 多少 三十八币 三十八币走过了 在前面 今年好安静待 旧身一 在 停坐位下 一出机场 向文文就看到了许久没有见面的爸爸 您有多久没见了孩子 半年多了 半年多了 有变化吗 股子高了 向松告诉我们 他和妻子都在北京贵州大厦做厨师 所以越到春节越忙 根本走不了 就是这次来接儿子 也必须留意人值班 眼前这间宿舍是餐厅提供给夫妻俩的免费住所 为了方便在北京多中专的女儿周末来住 夫妻俩在不足十平米的房间里放了上下铺 没有厨房 爸爸向松只能用电磁炉 简单给孩子做了顿晚饭 我们不肯定用电磁炉 不肯定用电磁炉 站上我笔下看 跟我过多少 快来 快来 我跟十什么时候都同一晚了 快来 咱这里咱里想我还高个多少 你的称职嘛 挺重 我说 高 半年未见的父子享受着团聚时光 而此时文文妈妈却还在忙碌 十二年来 夫妻俩就一直在这里工作 两人公司加起来不到六千元 而且要普担姐弟俩学费 生活费 老母亲开销和自己的生活 日子过得很坚弱 其实 儿子每次来电话 都会交给他们回老家 这已经成了孩子与父母间 最敏感的话题 夫妻俩认为 孩子小 不懂得生活艰辛 所以 这次向文文来北京 他们也有个打算 想带他来看着我们一天的工作 然后有多辛苦 要是说是那个 他没想得到的话 小孩没想得到的话 就觉得看到这些都不容易 我回去肯定好好努力学习 才能把这个 才能把这个生活 或者是这个命运 才能改变过来 晚上九点 一家人终于坐到一起 明天就是除夕夜了 也是餐厅最忙的时刻 爸爸提出 让文文去体验一下 文文欣然同意 那么除夕夜体验 将给文文带来什么感受 他又将如何说出心愿呢 儿子的心愿 夫妻俩能满足吗 高度不断升级 12年缺失的亲情 爱该说无可命 过年继续为您讲书 天洛 今天共有四十桌年夜饭 爸爸安排文文拿上卫生 第一次到爸爸妈妈的工作场所 文文觉得很新鲜 四十桌年夜饭 必须要在六点前准备好 而十几道贵州特色菜都得相松一人来做 占了三个多小时 相松的体力有些吃不消了 其实安排文文来体验 早在相松计划当中 多年打工心酸 让他不想让儿子再走十几道 但短暂的体验似乎并不奏向 发生的机会 发生的机会 不发生的机会 就是个小路里 小路里 走回家过来 你 我 大光清深,往不見四月山 來點樹兒啊,我頭科了 來,乾杯 乾杯,新年快樂 來,新年快樂 好,新年快樂 好,新年快樂 一張也十元啊 好,吃飯 十二年來,文文終於等到了和父母的團圓飯 然而,她不會想到,就因為自己的一句話 這頓年夜飯卻吃得不歡而散 這頓年快樂 整個省號碼說,是吧 都會回去 嗯 都會回去什麼 今天發工資十字回家 你可不可以好好讀書 你把大帽收完 那時候沒作,沒作,沒作,你可不可以 你能不可以 要到嗎 不撒 這四個兩個月不撒 收了一下,不是兩個月不撒 向文文没想到 自己想了那么久的打算 刚说出口就遭到母亲的回绝 她很伤心 无论父母怎么哄全 都不愿意回到韩州旁 原来向文文姐姐在北京独中专 这次向文文来北京过年 姐姐就回贵州老家给奶奶过节了 和向文文不同 姐姐在北京时经常能见到父母 她们一几个是留所儿图 是 我还能陪到人在你身边 但是能想着怕长城还给北京活着的话 你觉得哭了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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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家三口 盼望了十二年的初级团聚 最后却不患而散 向文文还要在北京停留一星期 这七天一家三口将怎样度 不过呢 最终向文文能如愿以偿 说服父母回老家吗 一大早向文文的妈妈上班去了 留下爸爸向松陪她 而且文文还在为昨天的事情闹别扭 不肯起床 更不愿意和爸爸多说一句话 纯正的圆会和金会 一定要到北京的场电庙会 来 神奇没有也有个图 场电庙会呢 近期他们的年间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是北京最不胜的庙会 快起来 懂了 爸爸跟你们一样的 以前的同样都是九十二童 我们那个时候比你们现在还惨的 他妈妈倒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事 像我们以前也是属于那种留守儿童 以前我们的处境比现在他们来说 他也挺惨的 他爷爷跟他奶奶出去 一切就是大半年 阴心了无 什么阴心都没有 打电话都没电话也不通 也挺难的 我感觉那个几乎 几乎乃至优美者 要是家里面生意好多 我们都要回家 这些是不好做 七十年代 像文文的爷爷 就告别家乡去城市打工 原本像文文的爷爷 当年打工挣了一些钱 本想好好干一场 可最终血本无归 文文爷爷被受打击 突然去世 这让一家人生活捉襟见肘 当时文文爸爸 向松作为家里的长子 这才选择了背井离乡 来北京打工 而那一年文文姐姐九岁 文文才四岁 有什么这些东西 在视频哪里 许多了 无论 有这些东西 不许多了 有这些东西 不许多了 有没有的感觉 有什么 有这个 有就是 有也是 有 这边向松对儿子束手无策 而那一边正在上班的复宴局 也因为除夕之夜 孩子的举度 倍甘委屈 在外打工多年 夫妻俩吃过不少苦 这个操作台 两人一战就是十二年 就为了给孩子一个好前途 什么苦都忍下了 一提起这个厨房 我觉得又有伤心的时候了 他这个四周他不透气 然后我觉得嘛 我们一天从早上上班 等到晚上 有时候从午下班的时候出气 那个太阳一出来一看着 眼泪水就直接流 这眼睛根本就受不了 而且那时候条件也不好 那个排风嘛 排风特别响 耳朵有时候 那时候觉得出气的时候 耳朵就感觉有点背了 就听不清楚 那时候温度特别高 就可能别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尝试过那种高温 我们都赶上了 就是这种嘛 好像说达到六十度 那个水才会降下来 我们都降下来过 然后那个空调 太热了 马上来一个空调 空调中间的时候挖下去了 都变形了 就是那个温度太高嘛 这个六十度 他们这六十度才会降下来 然后那种高温的天气下午 我们一直待就待了好多年 待了差不多有九年吧 像个孩子还小 然后呢需要花钱 然后父母嘛身体又不好 那时候年龄大了 那病这病的 根本就说是如果你不干了 你重新去找个新工作 还得当个一两个业 你才能找到可能是业 因为我们是一天都不能当做的 病死的天都得要 要奋斗 要工作 没有退路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 复宴局暂时休息回到了家 本小趁着休息的两小时 陪陪孩子 却连话都没说上 知道儿子为了他们不答应回老家的事 始终闷闷不乐 夫妻俩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不然 我怕会儿腿也不是起了 也没有办法 我还怕这个时候嘛 还怕他整齐就了 要不然叫我 叫我说要不然的话 我们把一个人去陪他 我这工作不干 他每次一叫我回去 一说心里面 他一提 他不提的时候 凭他打电话的时候 感觉心里面还没得点 有时候又怕跟他打电话 不打电话 没觉得他伤口 因为又冷落他了 又不关心他 跟他打电话 就怕的就是 他才能计可 又回家了 特别好 其实2010年夫妻俩 就曾打算回老家 那一年 他们用打工存下的积蓄 在老家按揭卖了一套房 可就在准备返乡时 闻闻的奶奶 却生了一场大病 手里的钱都花光了 还欠了外债 无奈 那一年 他们放弃了回家的打算 此刻夫妻俩打算 实在不行 就一个人放弃打工 过完年 陪孩子回老家 下午4点 向文文醒来 依旧不愿跟父母交流 独自玩起了游戏 有时子 也不愿意 还会是 一般 也不愿意 说到您的梅子 在梅子 两天 打算 还有饭房贷 两千多 无法与孩子沟通 让夫妻俩交集万分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孩子 无奈夫妻俩开始求助社之中 让他单独跟你们借一下 你们问他一下 我们能跟他聊一聊 然后看不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我们听这个声音可能也很多 被他们每个人走 短暂相处即将分离 为什么要不跟我们一起呢 一本日记能否揭开两代人 十二年的隔阂 过年继续为您讲述 面对夫妻俩的无奈 社质组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其实面对两天的僵局 社质组也没有信心 让向文文开口说话 只能先把他带回了我们入住的宾馆 你觉得老人怎么生那么大气呢 他问我我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让他回去 可是他那早知道的借口 还说 还说那个我姐姐在这读书 他那是关心我姐姐在这读书 他就不管我了 从长年都会打工一年难得见仗几世 而且每次每年他们只能回去一个 一家人们还原 这一次好点像我们已经十二年 在一起过过年了 奶奶睡觉不好 每次放学的时候下雨了 别人都是父母来接 然后我吃雨的人顶着手 不好看 回事叫他们回去 他们就说要回去了 没有钱给你用 没有钱给你用 买他呢 我只能只关心你 我想要是他们回去 关心你 对于向松夫妻来说 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 是他们外出打工十二年 唯一的目标 而对于四岁 就没有父母在身边陪伴的文文来说 他最想要的 仅仅是每天能见到父母 那么向松夫妇 能明白孩子的想法吧 这个新年 一家人又将如何化解矛盾呢 就在我们为文文和父母 如何化解隔阂而担忧时 文文妈妈的一个意外发现 却为一家人和解 带来了一丝转机 你别跟他说 说了 然后他那个 我无意中 我就翻了一下 是不是他上学的 那个洗的作文什么的 然后一看到是日记 我就说我看一下 能不能从他的日记里面 能挖得出一些 他真实的想法 然后我们跟他沟通 他不说吗 没办法的情况下 我就翻了一下 才知道孩子的想法是什么 十多年了 然后我们一直在外面打工 没有好好陪他了 他就想着这次来 然后好好地陪晚几天 然后把这么多年来的 那个十七的爱给鼓上还清了 一文日记 让向文文妈妈 得知了孩子内心 对爱的强烈渴求 于是夫妻俩商量 不管最终是否选择回老家 这个春节一定要带着孩子 好好玩一玩 春节期间 夫妻俩本来是不休息的 但为了孩子 他们决定轮班请假 陪伴 和父母在一起的快乐 暂时冲淡了向文文的烦恼 他说 其实这几天 自己一直在写日记 他要把日记留给父母 那上面都是他写给父母的心里话 而这本日记 正是复宴局 匆匆半看过的 你是来了每天都写日记 吗 心有关错之后才写 打算打算写给父母看 因为不能像他们那样远离家人 跑这么远的地方来 有苦也没出过说去 不想走过我们那条道路 我想自己在交易上打拼 等干出一番事业了 能在别的地方买房 能在其他地方定居 再把其他的家人也接过去 安静 平静的山村突发家庭纠纷 世代传承的手艺即将失传 我们两家不注意 把这个阿西夫做的造型都给完 阿西夫好 为您讲述 古老手艺传承人的艰难选天 转检春节就要结束了 这几天在父母陪伴下 向文文度过了十二年来最快乐的日子 几天来争执和解 看到父母的辛苦 让向文文心里很复杂 明天他就要回老家了 可是现在父母也没提过跟自己回去的事 向文文知道自己的愿望很有可能落空了 但不管怎样 他决定在临走前为父母做顿饭 你们先去拍他们 偷住他们 到时候发转信 然后你再用他们来 感谢观看 怕他们回来骂我 因为这里被我弄得那么乱 好就这样 你这个菜啊 你这个聪明 你这个聪明 聪明菜啊 你唱两句 还是 这儿在我儿子找一顿饭 知道 这一门想抓 抓不住 找个冰 还没办法 很辛苦 谢谢你啊 我只得没这个冰 那姐姐 你也来 我们在外面 十二年 第一次下班做饭 登工 我能不能吃饭子 好吃 好吃 都不超好 这里面 你看我中间感觉突然间长大了 那种感觉 那种小妈妈 真的很开心 我都感动得流泪了 但是那个泪特别幸福 在外面十二年了 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真是家了 我也有 两个还坐着等着 真的找到时候就觉得他一点吃都不多 然后突然间感觉他好像长大了 好几次 这些天 妈妈敷衍局流过太多的眼泪 但这一次的泪水却充满幸福 可这幸福似乎来得有些晚 因为明天一早 文文就要回贵州老家了 而临走前 向文文的最后一句话 再次让父母借助尴尬 这天一早 没能一起集孩子的向松夫妻俩 特意在上班前抽出一段时间 一起送孩子走 而向文文开始一言不发 也许他最终明白了 加上父母回家的心愿 也几度 请提前做好准备 到了 高时点啊 高时点啊 几几点飞 好好说话吗 人问油 为什么让他们不跟我一起 许第一次 下车 后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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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别的最后一刻,文文把自己几天来写下的日记塞给爸爸,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头看父母一眼。 我们下班的时候又回去看着他,真懂事了好多,我原本想着他已经理解了,就说是他回去该好好上学,然后我们在这儿嘛,我想着他应该会跟我说是你们好好地在工作,我回去,然后我好好地认真地上学,你们不用担心。 是,谁走的时候都会希望,可能就说是比如我要是坐车的话,谁送我,我想着他能跟我一块回去该多好,那生活不是那么回事的,不是说是你随心所欲的,就是说你想做什么,就能那个。 回去的路上,夫妻俩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儿子的日记。 想问给你,我翻译了。 大年三十,是我十二年后一,母亲第一次过年,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过年不能回家,所以我们已经十二年没在一起过过年了。 那我上班回来,就体会到了父亲多年来的心情,我更加地想让父亲回去,不想让他们在这样年的地方受苦。 到了晚上吃点夜饭时,妈妈问想干什么,我就说我是想让他们回去,妈妈就是说,我们回去哪来钱给你们,给你用。 你姐姐又在这篇文书,我听完这番话后,就感觉他们在找借口,还说我姐姐在这里。 她在这里照顾姐姐,我就感觉他们偏心,他们只管姐姐在这里,不管我在撒击。 六月份就要封考了,还是希望你们早点回家,不要在外面挑剔,不要在野民和野奶奶,没有其他的亲人。 当时,你能看到这个一片日记之后,我已经找到了,一共去想击了。 就以为你们把这心里面都不取来手。 伙伴俩走出地区 一是漫天大雪 这是北京2014年的第一场雪 其实像我们这次来还有个心愿 就是在北京都雪人 而这个愿望同样没有实现 春节发生的一切开始让夫妻俩犹豫 面对孩子的请求 也许他们必须要在城市打工和返向之间 做出最终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